Hello大家好,这是T3砍世界 有这么一件事啊 9月8日上午10年左右 忽然林湘一女子在高速路上乘车时 持刀捅斥了司机的脖子 因为这个女子乘坐的是出租车 所以车内监控视频呢 也被公开在网络上了 是的,在当地警方接警后 也是迅速对现场进行了控制 并于9号发布了警情通告 大体内容是 1.伤者现在无生命危险 2.承车人刘某用的是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将司机捅上 3.现在刘某已经被控制 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段车内监控视频 监控显示 刚才女子坐在副驾驶 动手前曾拿出刀反复观看 还左部右盼 调整之事后拿刀刺向司机的脖子 而司机当场流出线血 试图反抗 但这个女子又多刺刺向了司机 没错,在这个事件里 我们得注意以下几个关键 1.是在高速路上 2.第一是司机 3.刺的是脖子 4.动手前反复观看 5.多刺向司机 最后提翻了记录仪 通过5个信息 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 那么这个刘某显然可以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即便这辆车不被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 在高速路上正在行驶的过程中 实施此行为 我觉得也是可以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的,刘某的行为 明显是深思熟虑 有意为之妄图毙命的操作 多手前的观察 司机反抗后的多次试杀 在我看来 这都表明的是故意杀人为谁 如果不是故意杀人 怎么可能刀刀都刺向了司机的进步要害 就在警方发布通报的当天 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针对此次事件也发布了一份温馨告知书 其中有这么一句 据初步了解 乘客家属称该乘客有精神障碍 在刚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一定会有人以精神障碍来做文章 毫必自在 但我认为精神病绝对是扯淡 一看就是有准备有条理的攻击 怎么可能是精神病发的样子 没错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女孩上街随身都要携带水果刀 在19年1月份 在长春也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三名女大学生 乘坐网约车去机场赶飞机回家过年 就在高速路上行驶时 三个女孩都感觉有点困 于是乎其中一名女同学 就以为是司机给她们下了迷药 便拿出水果刀挟持司机 还划上了司机的颈部 停车后司机也报警了 但最终的处理才让人啼笑皆非 警方考虑到案发的原因 和造成的后果较小 又给调解 最后一个民警 还给了这个女大学生 1500元返家的路费 这也太莫名其妙了 怀疑要被害 拿出刀划上对方 最后还得到了1500元 难道湖南林乡的这个刘某 也在学那位女大学生 也是怀疑司机要害她 于是就拿到头像的司机 难道她内心还在想 可以得到赔偿吗 只可惜 车内的监控 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 刘某的行为 就是故隐行凶 在绝对的视频证据下 容不得谁来获悉你 没错 如果刘某一上车 就提翻了监控 再发生此事 那刘某还可以获悉你 但刘某却是在多次 行刺过后提翻监控 这就更加做实了 她故意行凶的意图 最后我想说的是 家乡防卫不是防卫 而是不可饶恕的暴行 所以长春女大学生事件 不可模仿 相信官方也不会允许 再次发生 此分钟 打愉快 光